好,這個問題喔,假設這叫XY平面 可以嗎?那上面有個P點 P點叫-273 這個-273 在這個XY平面的上方 可以嗎? Q點呢 叫4-1-2 觀察它的Y粒值喔 可以知道這個4-1-2 在這個XY平面的下方 可以嗎? 那你要在XY平面上取一點 可以嗎? 你要注意喔,XY平面正好夾在他們的中間 如果你要取一點的話,這個R點 去找到使得PR加QR最短 這時候我R點會找在哪裡呢? 我R點 一定會找在使得PQR 貢獻的時候 可以嗎? 穿過XY平面 使得PQ跟R貢獻的時候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是這一條呢? 因為如果是其他的位置喔 我用橘色來畫給你看 假設這叫R' 這時候呢 PR加QR 是不是就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可以嗎? 你要注意喔 這個QR'這條線是在XY 這個平面的下側喔 可以嗎? 那這三角形的兩邊合 會比第三邊來的大 喔 所以我們就知道 在PRQ貢獻的時候 這個PRQ貢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得到R點的位置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怎麼用使用貢獻喔 實際上呢 這要求R點 喔 這個時候可以使用 分點公式來觀察 分點公式來觀察 你看 對於這個平面來說 P這個位置 到XY平面的距離是3 Q這個位置 到這個平面的距離是幾 是2 所以很明顯的我把這個圖簡化 假設這條橫線中間橫線的XY面 這時候呢 P點 跟XY平面距離是3 Q點 跟XY平面距離是2 這時候就利用3比2 可以利用貢獻上的分點公式 把我們R點求出來 可以嗎 那貢獻的話 基本上如果貢獻 他這三個加起來會是最小 所以這個距離 就是用PQ去算 然後這個R點 就利用分點公式來算就好了 那這R點是多少呢 就等於 2倍P坐標 加 3倍的Q坐標 再除以5 分點公式算出來就好了 那我剛有算出來這個就是2倍的P坐標 貢獻 貢獻 加上12 5分之8 Y坐標 14 減3 11 5分之11 然後這座標算出來是0 這個R點 在XY平面上的 5分之8 5分之11 0就可以這樣算出來 沒問題